3D的音量 之前已經介紹過Sketch工具裡面的這個集合形 還有這個直線跟曲線 那也教了大家就是 Sketch它這個衝疊切割的一些特性跟使用 那這次我們要來講的是這個 這個2 pointer arc 跟這個3 pointer arc 這兩個功能 這兩個都是拿來畫圓弧使用的 然後這個的話它是用半徑的方式 用中心點跟半徑距離的這個外圍的點 去繪製一個圓的弧度出來 那這個的話它是用三個點的方式 一樣它要繪製就是最外圍的直徑的點 然後兩個點再加上中心點 那最後一點的話可以拖拉 拖拉的話可以控制弧度 好那我們先來幫大家介紹的是這個2 pointer arc 這個 畫弧形的這個方式給大家 首先呢我們先點一下 然後我們到我們的視窗右上角這邊導航方塊 我們選擇上市圖來 繪製 好然後我們第一個呢先點一下這個藍色網格地板 決定在這邊做繪製的動作 那點完之後它出現這個十字的這個 邀記出來 那是叫我們選擇目前 要的中心點 那我點一下中間這裡 好 那點完第一個點之後呢我們拖拉我們的滑鼠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黑色的箭頭會跟著我們的滑鼠 這個時候就是叫你決定它的這個半徑 好那我這邊決定它的半徑 然後到這裡 到這裡 那中間藍色反白的這個就是我目前半徑的距離 好那我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呢那個數字就不見了 這時候我來拖拉我的滑鼠 你看這邊就會有一個弧度出來 那這個弧度就是依據我們之前設定的這個中心點跟 半徑呢 然後再加上我們滑鼠移動的這個 角度 距離 來繪製的 你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數字不斷在變化 那這就是目前你的這個 角度所造成的這個長度跟距離 好那這時候你可以輸入 TOP的方式 TOP點一下 就跟之前一樣 這些數字你是可以用什麼 用輸入的方式 那我輸入這個180 好它就會變成180 OK 好了之後呢 那按下Enter 來 這樣子一條半徑 是 180的這樣子一個弧度 就出來了 那這能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呢 TOP來繪製一個 太極好了 所以呢我們這邊 在開啟我們的TOP 好那太極的話只上一個這樣子一個S嘛 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個弧度的話它的中心點應該在這裡 點一下 然後它的半徑呢 在這個位置 剛好就跟它合在一起 一樣幫它輸入180 OK OK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 一樣幫它 我們先點選我們的中心點 然後呢 拉出來 這個呢 就是半徑了 繞它一圈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用輸入的方式啦 然後360度 OK 好這樣就畫出我們的一個 太極的造型出來了 然後太極這邊還有兩個這個小圓 那這圓我們可以直接就使用這個 圓形的Sketch來畫就好了 然後我們使用兩公分好了 好 所以你看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TOPOINT ARC來畫 這個 太極的造型 然後你可以幫它做 一處嘛 幫它做增後的動作 好那我可以分別的幫它做增後 好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TOPOINT ARC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 繪製應用 然後再來我們要講的是 這一個 這個就是TOPOINT ARC的這個使用 它是用三個點的方式來做 點一下 點一下 好 那我們先到上市圖這邊來 然後呢到這邊接著呢 好 點一下這藍色網格地板 好 首先我先 點一下喔 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出現一個 缺口的這個長度出來 那藍色反白部分它就是吃在目前這個 缺口的長度 那我們一樣幫它設定是25mm 好 那我們點一下第二個點 好 第二個點點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拉動我們的滑鼠 往上 往下 其實都是可以的喔 你會發現我在往上拉動的過程中 它就決定我們第三個點的位置 這個時候呢 它也會 順便的就出現這個藍色的這個 就是你這個弧度的預覽方塊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創造一個圓形的喔 好 那我當然我點一下去 點一下 OK 好 它就創造了像這樣子的一個 藍色的一個 弧線 一個圓的弧線出來 那這就是它的這個缺口 OK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繼續喔 我們就繼續的在 點著這個原本的這一個 圓的這個缺口的這個線條 來設計 好 一樣點在這個上面 距離我設定一樣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不要拉到跟它一樣高的話 好 你看它如果拉這樣子 好 這樣子 OK 我們看它是不是就創造出了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月牙 缺口朝下的月牙的一個 造型出來 那我們還可以再多畫幾個啦 你看 好 就可以創造出像 這樣的一個造型 一層一層的這樣的感覺 因為它用的是同一個 缺口的位置 好 那這時候我們幫它做一點 增厚 它就看起來就有點像是那個 有層次感的一個零片的一個設計 按下Enter 它這個都是一層一層的 可以獨立去 應用的 那我們先外圍這個 把它做一處 一層一層 把它增厚起來 OK 好 那這樣子去做一個 零片啊 或者是一個階梯的 設計啦 圓形階梯的設計啊 都還蠻適合的 好 那這一個 現在這兩個呢 就是屬於這一個 2-point 跟3-point arc的一個 應用設計喔 那這邊 就交給大家 那當然他們還可以再去跟這個 像是前面介紹到的 結合型啊 直線曲線啊 做一些混合的應用 所以你只要 學會這些工具呢 你能夠做的造型基本上是蠻多的 好 那前面 在 Sketch這個框架的設計上呢 這是 8個啦 這8個都是屬於 創造跟建立的工具喔 接下來這邊還有1123455個 這5個的話呢 是屬於這個調整 調整你已經設計出來的 建立出來的線框 的一個使用方式喔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在 之後的單元呢 會再 交給 大家喔 幫大家 一個一個做介紹 好 那我們這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這邊請客 來吧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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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